蒙贵妃在来的路上 便简单地听工人说道一下大致发生什么 而这块功夫 他目光连绿河的边都没扫一下 紧直在寒江雪身上来回打量 一副极为感兴趣的样子 片刻之后 蒙贵妃压个题都没有再提这梅花的事 反倒出声朝寒江雪问道 你就是寒家嫡长女寒江雪 蒙贵妃的声音甜甜酥酥的 带着一种天然的慵懒和雌性 让人不由自主地便能够被这个声音所吸引 除了这幅好听嗓音之外 他同样看见一张足以和这个声音相匹配的面容 红颜若此 荡真可谓之倾国倾城 更加让寒江雪意外的是 明明应该是三十好几 将近四十的蒙贵妃 此刻看上去年轻无比 说是不知道其真实年龄的话 荡真觉得 不过是二十来岁女子 宫中贵人最在意的 莫过于容颜 所以 往往花费无数心血和精力 在保养上面 倾尽全力 而宫中妃嫔 助言有方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 所以 像蒙贵妃这样子 能够保持着如此容颜 长久不衰的 实在不多 回贵妃娘娘的话 名女正是韩家长女 虽信众惊讶不已 但寒江雪面上却无任何显露之处 那份淡定从容 自始至终都不曾改过 她回过话之后 也不随意多言 更不着急解释 折眉之事 一则 这样的事情解释过多 不但没用 反倒容易让人误会 她心虚 二则 她总觉得 蒙贵妃对她的态度 有些奇怪 所以说的 韩江雪这个名字 的确在京城 已经足够出名 无论是好名还是坏名 那都无妨 总之 有足够大的知名度 而她并没有自大到认为 足以让蒙贵妃这样身份的人 都会对她有那个 过度关注的必要 以静自动 韩江雪这会儿能做的 只有这个了 听到韩江雪回答之后 蒙贵妃却是 没有再多说半句 转身静直 朝前方不远处亭子走去 身边工人见状 一时也不知 这个主子 到底在想什么 看看此刻 还跪在地上的绿河 以及 还站在那儿的韩江雪 连忙先行跟上主子再说 绿河这会儿心中 完全拿不定 蒙贵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亲自过来了 竟然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而后不言不语地 自个儿跑去一边亭子坐下 连如何处理 也半句没提 不知这到底 代表着什么意思 她忍不住偷偷地 瞅了韩江雪一眼 却见韩江雪 神色平静 并没有任何慌乱和无措 不又更加泛起嘀咕来 韩江雪这会儿心里头 也愈发奇怪 但很快 没有多想什么 尚未知的心思 往往会带上几分 故意而为的玄乎 那样的做法 并不是真的有什么 特别古怪的地方 不过是想着 让这样的行为 来扰乱 好人心思罢了 蒙贵妃这会儿正是如此 故意地让人看不出 便可以更好起到 威压作用 这样的做法 对很多人都很管用 而对韩江雪来说 倒是没有生成多大的效果 最多只是好奇一下 这蒙贵妃到底 会是一个什么样 真正态度罢了 像蒙贵妃这样的人 这么多年以来 可以一直地宠冠后宫 所依靠的 不仅只是倾国倾城的容颜 以及家族那块后盾 最为主要的 还是超乎常人的心性和手段 所以 韩江雪自然并不怀疑 这样心思的人 会看不透 这门一世之中 所存的漏洞 和不可常理之处 甚至于 如果她没猜错的话 蒙贵妃这会儿 绝对已经猜到 今日所针对的她这个陷阱 到底与何人有关 那么接下来 这位贵妃娘娘处置方式 便只代表了一种态度罢了 是送太子这个顺手人情 好好修理一下她呢 还是有另外一番考虑呢 在这样关乎着各种关系 和方方面面影响利益的博弈 要如何选 韩江雪当真是无法猜到 她这会儿已然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 说是一会儿蒙贵妃 轻松地送太子 这么个大人情的话 她又当如何自救呢 心思在一瞬间转悠开来 此刻韩江雪 没有恐惧慌乱 甚至半思紧张都没有 从入宫前 她便做好了各种各样的打算 或许眼下这个看上去最大的危机 还仅仅只是个开始罢了 太子虽自负 但也不是那种完全没脑子的人 若是 万一戒不到蒙贵妃的事 这样的可能性 自然是会考虑到的 所以 除此之外 竟然还会有着别的后招 她当然不相信 太子真会愿意让她 长期做静云公主嗜毒 所谓嗜毒 也不过是让她入宫 好似即整治刁难她罢了 等她被修理得差不多的时候 在任何人眼中 更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嗜毒的资格 无非就是顶着嗜毒的帽子 在宫中走一趟 被其好好整治一下 想到这些 韩江雪心中 反倒是更加平静下来 慌乱紧张 起不到任何作用 还不如镇定从容 边走边看得好 而此刻 蒙贵妃在亭子处坐下 先是朝那个 那梅花的粉衣工碧 问了几句 片刻之后 这才让人将韩江雪 单独带过来 依旧看都没有看绿河一眼 任其在原地继续跪着 如此一来 绿河心中可是有些扑通扑通 没底了 却不敢出声 只好继续地在那边跪着 韩江雪被人带到亭子外头 她自行停下 并没有再向前进到亭子里头 不过蒙贵妃却是朝身旁的 弓壁示意了一下 让人将她给带到亭子里面 带到其面前不远处 近距离地继续打凉 如此一来 韩江雪自然也没有违抗什么 大大方方静庭 站在蒙贵妃面前 任其爱怎么打凉 就怎么打凉 面色全然地没有改变 看了好一会儿 蒙贵妃这才收回了目光 转而 朝身旁的宫女们挥了挥手 示意她们先行退下一些 如此一来 那些宫女们各个心中都惊诧不已 不明白 今日自家主子 为何会对这样一个女子 这么特别呢 这完全不像主子 以往的形式风格和脾气 不过 哪怕心中再惊讶 她们自然都不敢有半点迟缓 很快地便按照吩咐 退出亭子 离得稍远一些等候着 让贵妃和那名女子单独说话 韩江雪 本宫听说 周老曾经当众邀请你 去她学堂 对吗 蒙贵妃一出声 便询问韩江雪 只不过依旧还不是折眉一事 反倒是问起 师会那天周老的事 听到这一话 韩江雪微抬眼 看了一下蒙贵妃 而后如实说道 灰娘娘的话 的确是什么回事 本宫极为好奇 你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得到周老青睐 蒙贵妃丝毫没有掩饰她的好奇 如同闲聊一般 她的话 并没有强行要求得到回答 但是那种不容拒绝的意味 却也是再明显不过的 韩江雪没想到 蒙贵妃会对此事这么好奇 不过转念一想 倒也不算太过奇怪 毕竟 像周老丈的大圣人 会对她这么一个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算的小人物 如此特殊对待 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她的脑子快速转动着 除去好奇以外 蒙贵妃到底还有没有 别的什么缘由呢 回娘娘 明女并没有做任何特别之事 其实到现在 明女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韩江雪镇定回话 那一天 我得了机缘 见到周老 和她聊了几句之后 许是投缘 或者是运气好 最后离开的时候 却没想到 突然得到周老邀请 明女激动不已 却实在想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地方 投了她的脾气 哦 是吗 蒙贵妃反问一句 倒也没有什么 性与不性的深情 转而又道 那当日 你到底问了周老 一个什么问题呢 蒙贵妃边说 便盯着韩江雪双眼 主动要从那个眼睛里面 看透什么似的 这样的目光注视 倒不是针对什么 那是一种 久而久之的习惯 一个身处后宫上位者 长年以来 养成的习惯 韩江雪 没有刻意回避她的目光 也没有迟疑什么 静止回道 请娘娘恕罪 当日周老有言在先 这明女不得把那天的对话 传出去 明女答应过他人之事 自然是不敢食言 更别说是答应周老的了 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答案 蒙贵妃难得的好脾气 没有发火 甚至 连丝毫不悦都没有显露出来 反倒是略微点头 说道 嗯 你倒是 有几分气节 可如果本宫 一定让你说呢 蒙贵妃此时 看似毫无脾气 实则却是 威逼连连 这样的态度 当真不善 让韩江雪 感觉极不舒服 当然 也就是韩江雪 这样的胆子 才会用不舒服来形容 换成别的人 直发早就吓得不行了 谁都知道 蒙贵妃向来不是那种 好说话的 脾气怪 心心意怪 越是这样子 笑着和你说话 那你可就得越发小心 十有八九 不是什么好事 更何况 她刚才明明白白地说出 非得回答的话 怎么办 请贵妃娘娘恕罪 名女虽不是 一言九点的大丈夫 但既然答应周老的话 那么就算是娘娘 甚至皇上问起 也不能违反当初承诺 韩江雪 没有丝毫俱意 只微微行了一礼 做出一副 无比抱歉的样子 神色沉稳不已 根本看不出 什么多余的波动 蒙贵妃 未尊深贵 自然不会无故地 为难民女的 东明向来是 忠心立国 民女忠于他人之主 亦是在遵循着 裹着教化 韩江雪 不光不忙地答道 显然 并没有被 蒙贵妃之言 所吓到 听到这话 蒙贵妃当下 更是不快 拉下脸 乱哼道 哼 真是没想到 韩家竟出了 你这么一个 胆大包天的女儿 连本宫的话 都敢不放在眼里 还敢拿什么 国之教化 这样的大帽子 顶撞本宫 如此不尽 实在狂妄至极 罪不可恕 面对蒙贵妃 突然变脸 韩江雪心中 当然不可能毫不在意 特别是这样的时候 蒙贵妃一副 立马是她醉的样子 却似乎做不了半点假 怎么可能让人 内心正如表面一般 毫无波澜呢 只不过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这个贵妃娘娘 却还只字不提 折眉一事 反倒是 以顶撞 无尽 这样的罪名来威胁她 这点却上 韩江雪 愈发不得其解 娘娘息怒 民女并没有 半思不尽之意 若是 又无意得罪之处 还请 娘娘海寒 韩江雪 压制着心中波澜 面上依旧是 平静如水 她知道 蒙贵妃这样的人 绝不简单 喜怒无常 根本看不出 这人的本意 比起旁人 她得更加沉得住气 才可以 息怒 你让本宫 如何息怒 本宫再给你 最后一次机会 到处那天实情 不然的话 可就别怪本宫 不想任何情面了 蒙贵妃此时 面色如霜 带着天生的冷冽 看得人心惊肉跳的 这个时候的她 才算是真正的 最符合宫中之人 对她的印象 气氛顿时陷入僵局 此时此刻 韩江雪似乎 完全没有退路了 蒙贵妃已然震怒 只因韩江雪拒绝 让她感觉到 那种对其身份 和地位的挑衅 她想知道的 想要的 还从来没有人 敢这样 直接地拒绝她 说与不说 成了摆在 韩江雪面前的 一次选择 没有旁的机会 只有 这最后一次选择 而依着 蒙贵妃性子和脾气 一旦她再敢拒绝的话 无论任何理由 明显都不可能 轻易放过 这一切 韩江雪心中 完全有数 其实 她和周老之间 并没有什么 真正意义上 不可告知于人的秘密 也没有任何人 向她承诺过 不可对外传出去 之类的话 只不过 当蒙贵妃 突然间向她提问 她硬觉得 有些不对劲 而越是往后 三言两语间 蒙贵妃便直接 以此威逼她 把她逼到 这么一个绝境 这看起来 似乎很荒唐 蒙贵妃不可能 和周老之间 有什么真正 相关的联系 那么 对这样的事情 也不可能是 真正上心的 那么 无缘无故地 却以此为威胁 只要逼她来 做出所谓的选择 不可避免 干事又后果自负 实在是显得 有些怪异 她的直觉告诉她 蒙贵妃的本意 并非真想知道 她周老所谓 谈话的内容 那么 不是这样的话 到底又是 什么样的目的呢 是有意为之的刁难 还是一种试探 若是刁难的话 是不是显得 有些多余了 有折磨一事 摆在前面 太子下套 是现成的 她真有幸 为难她的话 直接拿那个事情 说是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 这把麻烦 再弄出一出来 平白降了 自个儿身份 那么如此一来 试探也是 有可能的 入宫之前 她便从东陵 准备的情报里面 了解到一些 她的情况 若说这样的问题 只是一种 对自己试探的话 极有可能 只不过 堂堂贵妃娘娘 非要要对自己 这么个小人物 一个还惹上 旁的麻烦的小人物 进行着 所谓的试探呢 这样的试探 有着什么样的 目的和作用呢 仅仅是一念之间 韩江炫脑中 便将一切都 梳理清楚 虽然没有办法 找到最终答案 但如何处理 却是心中极为坚定 真要为难的话 即便她倒数于周老的 谈话内容 也不见得人家 就会轻易相信 不再为难了 自然不如先前那一般 坚持己见到底 堵上一把 娘娘恕罪 民女并无任何冒犯之意 也不愿意违抗 娘娘一旨 只不过忠信二字 却是不可忘的 无论如何 都不能够违背的 如果娘娘 一定要责发民女的话 民女也无可奈何 只得听从 娘娘处置 她腰板直挺 没有一丝一毫的示弱 带着一股子 自然而然的坚定 就这般站在那儿 不曾退让 这样的韩江雪 有这种说不出的吸引力 带着这种莫名的美感 让人无法忽视 蒙贵妃没有表情地 看着面前韩江雪 却是良久都没有出声 蒙贵妃不言 韩江雪自然也不语 任由那一道 无法猜测的目光 静止打凉着 而她神情始终不变 不卑不亢 不恐不惧 亭子里头 充满了紧张和危机 气氛愈加浓重 莫说是外头不远处的 那些宫女们 就连这一会儿 一直跪在原地 一直无人搭理 又不敢自行起身的绿河 必察觉到那里头异常 绿河心中 不由得暗自高兴起来 虽说了什么都没听见 但却觉得 一定是韩江雪 已经惹怒了蒙贵妃 如此一来 那个韩江雪 自然是不可能 有什么好果子吃的